欢迎收看电玩宅苏佩 爱尔登法环PVP挑战赛的精彩回顾 究竟谁能成为我们第一届爱尔登法环PVP之王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当天现场到底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吧 本次比赛采盖利德斗机场1v1的BO3软战模式 手上对战由我们宅苏佩当家魂系文家小帅翔对上强敌柴犬 开场双方直接进行了一波强行碰撞 柴犬率先依靠远程武器取得优势拿下第一颗人头 所有小帅翔立马开启外向人模式 开始拉距离运用满月不断Poke 搭配骨灰辅助扳回一层双方1v1你来我往 不过柴犬此时似乎也抓到了破绽 选择直接上前近距离疯狂输出 依靠近战的优势打着帅翔完全没有机会放出法术攻击 柴犬顺利击杀取得人头优势1v0限下一分 第二战柴犬掌握节奏依然选择积极上千的打法 让小帅翔就算招出了骨灰也没有太多还手的余地 完了完了要不要玩坏了坏了 集赛满月也被柴犬用场上的石柱滑结掉 最后小帅翔也只能将比赛攻守让给了柴犬 柴犬顺利进入四强 紧接着八强战的第二场比赛有阿岳对上我们的乃哥 本场一大看点是乃哥跟阿岳近协调不开骨灰 要来一场真男人的对决 殊不知实力差距的情况下乃哥被击倒两次后 竟直接开启了骨灰 完全忘了男人的约定 直接选择上前 阿岳要进来了 这边有一个骨灰 有没有办法用这个骨灰的优势 找到一波破口呢 阿岳被打出了非常多的伤害 血量非常坚定 阿岳率先倒下2比1 哎呀乃哥居然险中求了一胜 但这不影响比赛规则 阿岳仍旧稳扎稳打 持续找讯乃哥释放满月的破绽打出伤害 我看两个大哥在后面很欢乐的战户款 好这边的两个大哥 喔喔喔喔喔喔 好像是被挡掉了吗 挡掉哎呦 没有死啊 最终第一局四颗人头取胜 先下一层的阿岳不仅没有丝毫松懈 打发甚至更加激进 不会对方任何招骨灰的机会 每次击杀都选择直接上前压制 一波九连杀操作 打得乃哥直接投降回家 2比0实在是太神了阿岳 八强战第三场 由我们小剑 对上极具冠金像的新面孔秋莲 虽然本场比赛开场前 就被预测很有可能斩局一面刀 但意外的是 小剑套出的神区画剑 搭配骨灰的应用 好几次在场上打出精彩的击杀 让秋莲倍感压力 不过秋莲不愧是转景魂系PVP的玩家 场上调整非常迅速 掏出细剑以极快的速度疯狂刺激 搓得小剑不要不要的辣 你们说这操作这攻速 你要让小剑怎么打 一直搓一直搓找到一回机会 一直搓 哇这个攻击好机器 这好外向 你知道是外向人吗 最终不意外秋莲顺利2比0击败小剑 紧急四强 最后一场八强战对决 有上次在大树守卫挑战赛表现右翼的莫多哈亚库 对上新锐选手古厅陶克仔 原以为古厅陶克仔会用法术类武器陶克 殊不知他竟然直接作业抄起来 用上场小剑所使用的神区画剑远程打法 设法在莫多手中打出一点破口 虽然几次剑气打出的黄金波动 都有准确命中在莫多身上 但过于单一的陶克打法 很快就被莫多抓到了破口 快还要更快 莫多以迅雷不经厌二的速度 首次月光大剑上前打的古厅陶克仔 毫无还手之力 上前 直接进距离雷枪 哇 直接进距离使用雷枪 这太秀了吧 不出意外的话 还真的没出意外了 莫多哈亚库2比0成功晋级四强 到了四强战 丘连直接火力全开 逃出最擅长的洗劫流打法 打得莫多哈亚库毫无招架之力 各位看看这场上的画面 如果你是莫多 该怎么反击呢 真的 他这样子上前一直戳一直戳 哇 真的 赶加莫多哈亚库要坏掉 哇 直接被戳坏了 又变成丘连的形状了 不意外的也让丘连杀进决赛 另一组阿悦猜选四强对决 阿悦也拿出了老司机砍甲本领 运用长枪凤狂老汉推车 盯得猜选不要不要的 你们看看这个动作是不是真的有点像老汉推车呢 阿悦还在老汉推车 老汉推车 老汉推车 哎呦 那个不得不提 那个距离是真的有因缘的 老汉推车 到底老汉推车对上丘连的这个 连续快刺谁会赢呢 最后也让阿悦小拿冠牙军赛最后一个名额 不过在最后一场冠军赛开始之前 还得先给各位看一下季军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四强赛落败的摩托哈库与猜选 将在这场对立中 争夺最后一个季军奖金的名额 摩托依赖使用他擅长的月光大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他不再一味使用月光的斩机和剑气进行输出 反而选择在紧战时使用较容易命中的火弓来补足伤害 当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时候 他不再等 他是一直在找破口一直打 柴犬虽然很想拉锯灵用雷枪来poke伤害 但魔斗完全不给机会 直接暴力铁炼火弓 打了柴犬毫无还手的余地 最终也让魔斗哈雅谷顺利保住几军名次 万众期待的冠军赛则由秋连与阿悦爽雄对决 阿悦率先发招 使用在四项赛中帮助自己取胜的老汉推车场墙打法 想要直接将秋连顶到飞 但秋连的武器完全是有备而来的状态 超快速走位 让阿悦想顶都顶不到 逼迫阿悦只能掏出拳套 来跟秋连拼个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哇那个铁拳其实速度非常快 好快好快 现在是快还要做快的对决 不过阿悦对于拳套的运用 似乎不是那么擅长 只能不断挨打 冠军战的第一局 就由秋连显持得点 不过到了第二局 阿悦似乎也使出了其招 掏出具有冻伤效果的单手剑 POSE秋连满了下来 其次挥击命中造成的缓速效果 看得出秋连软了阵脚 阿悦你要当狗了吗 风望 风望阿悦 帅一些 打平了 不过秋连也不是神游的灯 拉开距离设法让自己活动的同时 又能有效输出 最终触乎预料的 第二局击杀数仅出现了3比3合局 让比赛强制拖入了第三局 来到关键第三局 老司机阿悦直接不言了 激进的打法 根本和前面两局 盘若两人 从失去镜头秋连的表情看来 他似乎也很意外 阿悦竟然在这局打出了风狗般的play 不断上前压制 破石秋连只能不断更换武器 寻找对应方式 但很明显这局节奏是在阿悦这边的 一波漂亮的二连击倒 绑住阿悦顺利扮成一胜一负一合的局面 将比赛拉入了最终决斗走死战 在这场最终走死战中 只要率先击杀对手 即可获得比赛胜利 拿下冠军 双方开场都不敢激进上前 往往没想到的是 率先发起进攻的 紧实阿悦 一个翻滚上前直接一波输出 将丘连血量砍到只剩一半 眼看阿悦就要拿下胜利 丘连转身翻滚拉远 直接将血量拉了回来 被这一幕吓到的阿悦 似乎乱了正脚 被丘连翻打一波 隐身倒地 写到很危险 写到很危险 恭喜我们的丘连 赛后专访时 阿悦也有解释自己为何乱了正脚 究竟到底为什么 他会与冠军失职交臂呢 各位观众可以到我们直播频道 观看完整比赛VOD听一下 并欣尝这场精彩的比赛 相信内容肯定会让各位打包厌服 我们日后也会举办各种电玩竞技比赛 希望观众朋友们能持续支持电玩斋速配 我们也会将资讯第一时间 公布在官方粉丝团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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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VO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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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VOD